各位家長好 我是惠文高中國際教育組長 今天有趕於國中的成績放榜 接到了許多的電話 大家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 那我今天就在此 幫各位家長做一個總結 針對大家最常問的問題 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今天的主題就是 惠文高中國際班的Q&A 首先第一個 如何進入國際班 那我們學校國際班是奉準於 台中市教育局合可的 國際教育實驗班 因此您想要進入惠文高中 首先的條件就是一定要 藉由考試進入惠文高中 那各位填完自願後 就可以到我們的教務處來 然後教務處就會辦理一個考試 然後您要寫上您的自傳 申請動機 此外我們會安排一個面試的活動 那挑選最有國際教育性向的學生 來就讀我們的國際班 那所以您不用擔心這麼多 只要你考進來之後 我們都會告訴你喔 那第二個呢 國際班有哪些資源及特色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 那簡單來說我分為幾個 您可以看得到檯面上的日、德、西、法 四個語言 只要您在國際班就讀 每一週我們最高可以學習到 單一語言的六個小時 等同於大學的一個專業語文科系的科目 因此我們是期望孩子們進來之後 既有語言的習得 結合我們有相當多的姐妹校 來做一個交流 再來我們也跟海外的大學 您也可以看到我們有非常多大學 例如雪梨大學、英國的雪菲爾大學、美國UCLA聯盟 我們都是它的夥伴學校 還有相當相當多的大學 我這邊就不同意說明了 您藉由語言的學習 進入相關姐妹校的交流 然後再進入相關的大學 都是我們國際班提供給學生的資源 再來呢 我們也有高中雙聯學位 例如在加拿大亞伯達省的RDCRS 這個公立高中呢 只要您過去您要在高一高二 分別在會文高中的時候 先休息線上課程 英文跟社會學科 學完之後呢 在高三過去通過審考 就可以獲得亞伯達省高中的學位 此外 我們也跟多倫多的UMC高中進行合作 今年我們有一個學生 叫做賴與晴 他目前還在UMC高中 那他今年申請了 考上的成績都非常好 多倫多大學的升科系 Megmaster 升科 數學 還有社會科學 還有渥太華的升一系 都是非常棒的學校喔 那他只去了UMC一年 就同時獲得會文高中 以及加拿大高中的學位 所以我們從雙聯學制 就是語言的習得 還有大學優先的錄取 剛剛忘記說了 只要例如您去英國的Foundation課程 可以在高三的期間 就先過去就讀 就讀之後呢 您可以省下一年Foundation的時間 在高三畢業的九年 就進入大一課程 所以細節請來辦公室找我們諮詢 或孩子進來之後 我們也會統一再次的說明 那這個就是我們提供給孩子的資源 另外另外我們會文高中 是德國的Pasch夥伴學校 有沒有看到這隻鳥 這也是會文的校友所設計出來的 獲得東北亞區的吉祥物票選 意思是我們跟歌德學院 保持非常緊密的合作 學生有非常多的講學金 教材 還有師資的在職訓練 都是免費的 所以這些資源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相信孩子進來後 就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所以這簡單來說 國際班的資源大概 與特色是如上述 那因為非常的繁雜 歡迎您隨時到辦公室 來找我們諮詢 第三個說了這麼多 那他的收費是怎麼樣呢 別忘了我們是市立高中 所以是市立高中的正常收費 沒有任何其他的費用產生 請您安心 我們提供的是公立高中 優質的教育服務品質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